无极先生 无极先生 你回来了 事情可顺利 一切顺利 徐少东的事还要多谢你们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多亏柳尊者出手相助 不然单靠我苏家 对上徐家恐怕是毫无胜算 老爷 柳尊者来了 正好 快请进来 无极先生 江家方才发布了 针对您的英雄诛杀令 只要成功诛杀您 不仅能获得现今一个亿 还可以前往江家修习 江家的武道功法 现在武道界都传开了 江家实力雄厚 这诛杀令一出 不知道有多少人 惦记着无极先生的性命 我想 这个时候 恐怕已经有大批的武者 往龙山来了 师父 这江湖诛杀令的报酬 真有那么大的魔力吗 傻小子 那一翼华夏 比的确没有那么大的魔力 但是江家的修炼功法 可是能够修炼到武尊境界的功法 整个华夏不知道有多少人 卡在高级武者巅峰的境界 想要成为武尊 那功法就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无极先生 为今之计 最好就是赶紧安顿好家人 然后隐姓埋名为上 那些发疯的武者 可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无极先生 这江家太嚣张了 要不咱们直接打下江南去 把江家的老武尊暴揍一顿 你自己境界都还没稳固下来 传给你的氧气法学修炼好了吗 此时我自有打算 你先回去稳固境界 到时候才能帮上我的忙 无极先生 我苏家虽然不是武道家族 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但是财力还可以 我们一定支持你到底 暂时不必了 苏先生 你再给我拿几块玉 我有用 如今 我的修为更强了 制作出的护身宝器 也更加出色 有了这些 马和妹妹的安全 应该不用担心了 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 空手接白刃 不愧是好成武尊后部绑前五的人物 反应不错 独乃大刀王机 今日来取你狗命 是为换拿江家的顶尖功法 助我成就武尊大盗 江家发布江湖诛杀令才一晚 就有人找上门了 速度可真够快的 不过 就要凭你 还不行 行不行 等你领略了我的刀法后才知道 当日和欢宗门徒被我剑术斩杀 看来武盟的人还没有泄露我的能力 什么 两次都能用手指挡住我的金刚刀刃 第一次还以为是他的权力一抹 可这一截 功力可是值钱的数倍 不好 这力量还在疯狂暴涨 无计势力与情报有物 好汉不吃野千亏 快点点缺野 麻烦你帮我传个话 凡来杀我这 走时记得带上自己的武器 我这里盖不及放 不过你也只能到阴间传话 居然来得这么快 看来苏家也不安全了 请告诉苏先生一声 我今晚在外面睡 都怪我们实力敌威 非但帮不了无极先生 还会拖累他 无极先生放心住下 我保证绝不会让萧小植被惊扰到你 麻烦你了 无极先生 您早些休息 无极先生 很好 刘无声 好好修炼我给你的法觉 可以达到五尊之上的境界 无尊之上 还有 保护好我的妹妹 绝对不要让她掉一根头发 柳无声请记 必将竭尽所能 哥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妹妹 哥要出去一趟 我不在的时候 这个能护你周全 另外 我已经叫人暗中保护你和妈妈 你只要 是不是很久 又要见不到你了 不会很久的 放心 等我回来 哦